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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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传出希望党主席提前交接的声音 他表示一切尊重现任党主席洪秀柱的意见 交接时间不管长短 工作从今日就开始 明天下午 吴敦义将与现任主席洪秀柱会面 启动党主席权力交接 中国国民党主席改选20号结果出炉 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当选新任党主席 预定8月20号进行交接 由于此次国民党主席选举提早了两个月举行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廖国栋就表示 5月20号选出 8月20号才就职 红窗期长达三个月 他曾向中常委建议将新主席接任的时间提前 经研议后 党的内规不易突破 如果这个不可行 就要看现任党主席洪秀柱 看能否早一点休息 有无可能性 他不得而知 对此 洪秀柱22号下午受访表示 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来 我们一起按照制度走 总而言之嘛 到7月的8月嘛 8月就是我们这个任期到的时候 他提到 在这一年担任党主席的时间里 花很多时间在筹划与募款 的确与国民党团接触较少 被问及国民党内是否会出现 不知要听哪个主席的现象 洪秀柱表示 对口的工作会先行作业 而且吴敦义马上要担任主席 对情况应该会有了解 另外 国民党及民代陈学胜主张 新任党主席吴敦义 应以准党主席或顾问的身份 加入党团运作 应应未来三次零食会 所需要处理的重要条例 日前 吴敦义曾说 交接时间不管长或短 工作从今日就开始 要抓住每一天工作 至于外界关切 2018年县市长选举布局 吴敦义表示 几乎每个县市 有可能或者有潜力参选 立委县市长以上的公职的 我几乎都在脑海里 有相当深入的熟悉 可是我现在不能 也不应该 也不必要 去随随便便就讲 媒体询问是否邀请洪秀柱等 其他候选人到党中央服务 吴敦义也说 当过党主席的 不可能回国到党中央服务 目前舆论都在关注 吴敦义誓言要带领国民党 重回执政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 蔡英文一年施政 满意度崩盘 但若光想凭借着 民进党的失败而再起 国民党不止万里路 报道称 吴敦义最受关注的 还是他的两岸政策 当选后 他在第一时间 回复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的贺点 表示期盼国共两党 持续深化九二共识 有媒体呼吁 期待未来吴敦义 和国民党的两岸路线 两岸论述 有更清晰的表述 党内学者彭景彭泽提醒 国民党应让台湾年轻人 真正了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及未来发展 才能往2020年选举迈进 此外 现任党主席 洪秀柱的动态 也备受关注 洪秀柱幕僚强调 洪秀柱不会背离党 更不会离开国民党另外阻挡 分裂说 更是完全不可能 幕僚还表示 洪秀柱最在意 要帮国民党营造赢的气势 同时让年轻人 有更好的未来发挥空间 据老写 洪秀柱已筹组基金会 未来应会以基金会 或进一步成立工作室的方式 继续为国民党奋斗 不会从政治上消失 至于未来是否参选 目前言之过早 就此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零时间交给你 好的 首先我们感谢 乐华不锈钢对本来幕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乐华 今天来到台北演播室两位来宾 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黄伟翰先生 我像兄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大学张亚忠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说未来介绍 张亚忠还要加一个 孙文学校总校长 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这个话题 今天台湾媒体也都持续关注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结果的后续 吴敦义已经展开了他的团结之旅 拜会了于他竞逐党主席的其他几位候选人 昨天台湾媒体还说 吴敦义还没有联络上洪秀柱 但现在已经确定了 明天下午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洪秀柱会跟吴敦义来会面 张忠教授作为孙文学校的总校长 孙文学校最近在选举当中 一直被认为说支持洪秀柱 昨天张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说 会跟国民党继续来合作 希望吴敦义也可以有 跟孙文学校未来有合作空间 你们对于吴敦义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我知道国民党 它其实是一个经常呼吁团结的一个政党 这十几年来其实一直不断的呼吁 但是其实国民党内部有相当大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吴敦义能够获得胜选 其实很重要一个心态就是 大多数老百姓向赢民进党 基本上希望向赢 所以向赢的情况下 大家就觉得说国民党需要团结在一起 要找一个比较有行政经验 有能力的人 他比较能够带国民党赢 所以孙文学校在这个地方一直很清楚 我们当然要团结 不团结都不可能赢 何况分裂 但是关键的问题 你团结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下 这一次国民党的选举 最重要两个争议的地方就说 我们到底要团结在一个路线 一个理念之下 还是要团结一切以胜选为不计代价的 这么一个团结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一次洪秀珠跟吴敦义的两个看法 就是说第一个对于党的这个路线 特别在两个问题上 到底要维持敌对状态 还是要走向和平政纲 第二个不同就是党内的文化 到底要怎么走 要党内的文化 持续要走向这种将纲的文化 宫廷的文化 派系的政治 还是国民党必须要重新走回一个清流 走回一个任用年轻人 整个党的组织 不可以再用这种老朽的这种做法 所以基本上对于孙文学校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说吴敦义 如果你真正要团结 可能你必须要思考 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团结 那深蓝或者铁杆统派 对于吴敦义也是有一些质疑的 吴敦义这两天姿态放得很低 您认为吴敦义接下来会怎么去消除 来自于像家中教授或者其他 这个泛滥选民的深蓝选民的一些质疑 吴敦义表面上对洪主席是非常的客气 但是同一时间廖国栋他又提出了 就是现在才5月 不要等三个月后再交接了 应该提早下 就是交出他党主席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谈话形同 是在对洪修处逼宫 我相信这也是吴敦义的选择 吴敦义他现在能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团结 那如果他能够团结其他人 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有记者直接问就是 有没有可能请朱姐当副主席 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党职 绝不可能 他说这个前主席 前领导人不可能在 现任领导人办公室里面去当幕僚的 所以他已经斩钉截铁的 切断洪修处 继续留在党中的可能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祝粉们 还有洪修处感觉到一点 就是我们未来还可以再合作 就是让他当荣誉主席 但是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要看吴敦义他最后的选择 过去马英九也因为在选主席的时候 伤到了连战 所以赶紧用这个方法来弥补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其实荣誉主席也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头衔 他并不会实质的影响到党务 但是也代表了吴敦义对洪修处的礼遇 但万一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呢 就表示吴敦义要一把抓了 他就是要彻底的斩断 洪修处对党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看到李吴敦义正式上任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刚才维翰也提到了 国民党党团总招这个廖国东说 他曾向中常委建议 将新主席接任的时间提前 但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 则表示说一切按照党章来进行 这三个月里头 这个怎么处理这个空窗期 或者说因为洪修处8月20号前 一定都还是党主席 另外吴敦义从昨天开始就开始工作了 会不会有党内两个太阳的问题 我觉得我认为是不会了 以洪修处的个性来讲 他不是一个强势要跟别人去争什么的 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其实基本上他虽然看起来非常的tough 非常的强 其实他基本上是蛮尊重 所有大家的规矩 所以既然是吴敦义已经选出来了 我相信他会继续的 也许现在想要处理一些事情 比如他原来要党产的事情 他必须要做一些交代 我现在如果马上就辞职了 我原来跟人家正在党产的一些捐款 或者党的一些发展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他的确需要一点时间 对不起这些时间 但他也绝不会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 去任命了一大堆的人 然后给这个吴敦义很大的困难 甚至我觉得他都会几个重要的幕僚 大概迟程今天都已经踢上去了 那只是洪秀柱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劈 第二点刚刚伟翰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吴敦义你在面对这么样一个困局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其实吴敦义的阵营其实不需要这么挤 如果真正有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透过私人传个话 或者互相沟通一下 我觉得其实是不会很难的 就每个人任期到多久 这是一定的 就是洪秀柱现在进入了看守 是没有问题 可他的制度总是到8月底结束 那要不要国民党 要不要打破这个制度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去面对思考 如果不打破这个制度 那怎么样在不打破制度之下 我们让这个事情 让吴敦义取得更多的权力 来进行的运作 我觉得这也可以去考虑的因素 是 所以这两天这个媒体对于如何深化 其实也讨论很多 大家现在更加关心的是 吴敦义会怎么做 他选举期间提出来的那些证件 怎么去实现 尤其是我们看到选举期间 尤其最后几天 他最有效的文宣应该是说 吴敦义是最会和民进党斗的这个人 这个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这几天也已经有明代 希望吴敦义即刻就应该投入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的运作 让党团更加的有战斗力 他会这么做 我刚刚有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因为以廖国东为首的 这个国民党的立员党团 早就是跟洪主席 并没有太直接实际的联系 他们都是跟吴敦义 那所以呢 其实我也知道为什么 廖国东会这样子说 那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因为台湾的这个立法机构 他即将要休会了 就在这个月月底 可是他连续要开三次的临时会 要来处理之前我们讲到的前瞻 跟相关的法案 所以呢这就是吴敦义的第一次表现的机会 所以吴敦义他现在就是一定会在接下来的 这个临时会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也没有必要提早去做什么党主席的交接 那我相信吴敦义他的这个 跟台立法机构里面的这几个三十几个立法委员 我相信他会有很密切的一个结合 而且应该是说他会把他的手伸进去 因为其实我讲实在的 因为现在国民党也就只剩这个舞台了 他只剩这个舞台了 因为已经都已经让民进党拿走了 因为你想团结到这后面的事情 就是这个时候台立法机构 在接下来的这个临时会里头 国民党团表现怎么样 是你第一份成绩 行政机构跟领导人办公室 都已经是民进党了 所以他就只剩这个了 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吴敦义他8月20号上任之后 他会让这个廖国栋这个位子 就是立院党团的总招 让他直接到中常会去 而且他会可能就是一个 他直接说副主席 他之前就说过 对 那所以他就会变成是 你就是我的代表 你在立法院 你要把这一些事情处理好 那因为你是副主席 所以你的位阶高于其他的立委很多 你要直接指挥他们 如果他们不听话 我们就立刻用党纪来处理 用这样的方式 他希望能够让国民党的这个战力 在立院 因为他唯一的战场就是在立法院 如果可以因为这样子 而开始有效地阻挡民进党的话 那么支持国民党的民众是会回来 所以说接下来 这个台立法机构的这个机场的 这个临时会 国民党党团表现怎么样 其实是吴敦义接下来 要交出的第一份成绩 当然也是大家检验他的第一个战场 选前外界就已经认为 吴敦义对于2018年的 这个县市长选举 已经有口袋名单 昨天吴敦义也说 他当然有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 他不然他怎么来选这个党主席 但是不能够说 因为按照国民党的固有程序来 他现在不能说 到时候才能够按照程序来走 维海你怎么看 现在透露出来这些他布局的方法 老实讲这个很有道理 我补充一下就是 马英九在过去这八年当中 他当国民党的党主席的时候 他的做法是小千辛 我都不干涉所有地方 谁能冒出头 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不好 但是他有他的缺点 就是连结性太弱 那吴敦义现在是反其道而行 这个东西就会 缺点就是教授讲的 这个有点像分赃文化 或者是所谓跟派系勾结太深 但优点就是可以提早发动 他这一次的做法不是说 他去拜托你 请你来给我人 教授请你给我一点钱 我要选党主席 不是 他是已经看到 我知道你要选台中的议员 我知道你要选台中的市长 我跟你们接触 如果我当党主席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这方面支持 所以他的做法是一个提前开战 而且是一个绵密的组织战的部分 他的确会牵扯到一些 所谓金钱跟人脉的问题 可是这是吴敦义他想赢的办法 跟他不得不为的选择 是 而且现在也是大部分党员 想这样做 现在吴敦义就是把所有人 把他绑在我身上 变成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必须为我也为你自己去奋斗 尤其是现在当前 这个民进党吃相那么难看 施政又那么不利 然后还是那么嚣张的时候 因为对于国民党党员来说 现在这种选举的结果就是 他们太想要赢太需要有一场 这个圣诞来鼓励他的士气了 但是民党自己内部也不消停 不要说大家觉得说 国民党选举里面有内部斗争 其实这个国民党还只是算在竞选 不算斗争 民进党内部 尤其是蔡英目前面对的 斗争的声音是不断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聊一聊 现在独派 陈水扁不断的出来表现 已经不仅仅是 要不要所谓特赦的问题了 他们海洋要的更多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海峡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金灵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日前因为贪污被判刑处于 保外医治状态的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陈水扁到台北参与政治活动 违反台中监狱五部规定之事 再次引发了关注 也让所谓特赦陈水扁话题 沉扎再起 目前已经有多位所谓的独派明代 公开的放话 逼宫蔡英文 要她进行所谓的特赦 20号 多位绿营明代就蔡当局 是否进行所谓特赦陈水扁发声 民进党明代王定宇说 蔡当局第一年是改革年 第二年考虑所谓特赦是一个方向 特赦是时候了 他强调 陈水扁已付出自由代价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民众喜欢与否 认定是否有罪 都应把所谓特赦争议告一段落 停止社会纷扰 民进党明代 黄伟哲也表示 所谓特赦时机已经成熟 原本最佳时刻是马英九任内 可借此促进兰绿和解 但可惜严当至今仍未处理 马主张所谓特赦 需要所有案子都判决定验再谈 这部分不见得要马归菜随 不管是项目或是个案特赦 值得蔡当局思量 被问到所谓特赦 是否冲击中间选民基础 黄伟哲说 如果是深蓝族群 绝对不可能接受 但中间或是浅蓝选民 亦可站在社会和解的角度 看待此事 尽管如此 民进党高层 似乎与党团明代不同调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表示 这议题是台湾的特赦法的规定 是要能够判刑确定才能够启动特赦 所以照目前台湾的这个法律规定 我想特赦这议题 目前阶段还应该是没有 还没有办法进入到讨论 蔡办发言人林赫明则表示 对此没有评论 面对所谓特赦陈水扁争议 国民党团书记长 王玉敏21号表示 如果绿营已有共识 蔡英文最好尽早面对 不要再回避 他说现在态势很明朗 陈水扁及所谓独派一直出招 从去年520一直到19号晚的餐会 他们要的已经不只是保外医治 而是大拉拉的摆明 就是要所谓特赦 王玉敏也批评 陈水扁19号晚出席餐会 对于蔡当局主导的所谓司法改革 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可以让一个身体健康的犯人 以保外医治的名义在外面趴趴走 如果明定的法规 可以碰到陈水扁就转班 怎么让人相信司法改革不是改假的呢 今天联合报有一个漫画很有意思 所谓特赦陈水扁的这些人士 对于蔡英文说 我听到的就不必再大声了 他们说你说的是不是该给我听的 这个漫画就表达了 我们接下来要谈这个话题 陈水扁这个保外医治 还到处乱走的问题 其实已经不仅仅是 所谓特赦的问题了 还牵涉到蔡英文要进行的 所谓的司法改革了等等等等 这个台湾媒体说 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 声率人士已经开始用陈水扁 向蔡英文逼宫了 张教授是这样吗 我觉得现在蔡英文面对的 并不是陈水扁 而是一群陈水扁们 这是她最大的一个困难 陈水扁现在所采取的策略 就是标准民意党的策略 先跟你冲突 然后再妥协 然后再进步 冲突 妥协 再进步 一步步往前出的逼近 我觉得当然短期的目标 毫无疑问的 她希望能够有特色 因为特色对蔡英文来讲 她可以把她包袱全部丢掉 对 反正特色了 因为这样子闹下去 对蔡英文也没什么好处 凸显了蔡英文面对法律 不敢去捍卫这个法律 而不断地向这个妥协 可是她如果不妥协 她的政权的正当性 又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她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干脆特色算了 一特色以后 这个事情就不要再跟我闹了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当然来讲就是说 深绿的还有一些想法 就是2018年选举要到了 他们怎么样的包括 怎么样的在这个政治舞台中 能够借此蔡英文 最弱的机会的时候 再去占你一些 所谓的政治上的桥头堡 我觉得当然也是 也是会考虑到的 所以我觉得就短期来讲 当然也是特色的目标 但是就长期来讲 要趁蔡英文最弱的时候 她必须跟深绿妥协的时候 去占你一些政治的一些位置 昨天陈月扁 又向台中监狱提出了 她要去出席一个追思会 但是这是非常明确的被拒绝了 这代表蔡英文当局 目前的态度吗 我有一句话来形容 现在目前的状况 叫做趁你病要你命 你都已经现在民调不到30%了 你真敢动我吗 中间给阿扁五步 不能进会场 不能上台 不可以演讲 还不能谈政治 然后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阿扁是一没有 没有在怕 他已经没有保外医治的条件 他根本就不符合 他当时保外就医的条件 第二个 他又违反了保外医治的限制 给他的条件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动作 他今天不只要去追思会 他不只要到处啪啪购 他不只不管中间 他不只不管蔡英文 他即将2018会有很多 所谓的扁派的这些台南跟高雄的 这些参选市长和市议员的人 他肯定上去帮他站台 看你敢不敢把我抓走 所以台中监狱现在只是做一个样子 台中监狱变成是蔡英文的最后一块的遮羞部了 你要知道现在出现很微妙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法务部都不表意见 法务部才是指导单位 法务部说我不管 请中监去认定 那法务部没有同意 中监说不行 然后他去了 那中监不执行把他回监 他也没办法 就这样一直搞 反正就是这样 刚刚我们讲到特赦的问题 其实这有个很大的问题 在蔡英文他上来当领导人之前 4月5月他5月上来当领导人去年 城局不断一直叫马英雄 你赶快给阿扁特赦 这是你最后机会 因为你卸人之后 你马上跟阿扁要被关了 所以到时候 如果你要向大家特赦你的话 你现在先做这个好榜样 最后蓝绿和解的机会 他不断地在呼吁 马英雄他闷在头说我怎么特赦 阿扁有11个案子 其中他有4个案子是有罪 合并20年执行 20年4个案子 另外有两个案子是没有罪的 还有5个案子根本没有审完 这5个案子 比现在要大得多 对这5个案子是没有审完 为什么没有审完 因为阿扁到后来 他说他在庭上的表现 他可能会露尿 然后他会精神状况不好 所以他就没去了 所以你怎么去对他特赦 其实蔡英文在他上来当领导之前 有在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 有讲的跟马英九一样的话 大家都选择性的去遗忘他 他说的就是 因为根本没办法特赦 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那阿扁他现在其实他也知道 看着现在的目前的这个状况 他都不会去管这些事情 他要实质的去增加 他的政治影响力就对了 你要不要特赦我我不管了 反正我就是要不断的去踩你的底线 趁你病要你命 那台南高雄只要是这些认为 我有影响力的这些政治人物 我都会去参与你们的活动 那你们都会变成我的扁派 他会自己成为他在南台湾的影响力 他的影响力会大到最后蔡英文 即使民调没有那么低 都对他没有办法 这是蔡英文现在明看着知道 但是却没办法处理的事情 谢谢两位的分析的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福德连博士 好的谢谢清零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当地时间5月2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 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和美国首脑会议 并向与会的数十位阿拉伯 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讲 呼吁共同对抗恐怖主义 美国的中东政策 是否正在回归传统 时事评论员滕建群 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完美好赚六桂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桂福剧名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接下来进入精致重磅环节 据中心网报道 当地时间5月21号 在沙特首都利亚德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 由沙特组织的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和美国首脑会议 并向与会的数十位阿拉伯 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讲 特朗普将反恐比喻为善恶之争 号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和叙利亚领导人 并未被邀请参加此次峰会 苏丹总统也因个人原因 未能复会 特朗普在会上说 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中东地区是恐怖主义重灾区 他敦促中东地区国家立即行动起来 积极主动迎战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 为后代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他说 我不是来说教的 他还说 反恐不是不同信仰之间的斗争 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 而是善恶之争 特朗普呼吁宗教领袖谴责极端主义攻击 督促相关国家 不要包庇恐怖分子 此外 特朗普指责伊朗助长 教派冲突和恐怖的火焰 他说 伊朗资助武装和训练的恐怖分子 民兵和其他极端团伙 正在把毁灭和混乱传遍整个地区 一切有良知的国家 都必须为孤立伊朗而共同努力 直到伊朗政权愿意成为和平的伙伴 特朗普还说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 组织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 根据沙特官方通讯社的报道 美国沙特和海河会的代表 当天已经签署了 在利亚德成立恐怖分子 金元锁定中心的备忘录 此外 特朗普还和多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举行会面 并与沙特国王一起为打击 极端主义思潮全球中心揭幕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此行表示 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 两大目标是 铲除恐怖分子和孤立伊朗 而且美国正寻求 在中东构建反恐多国联盟 德国电视台21号报道说 特朗普访问沙特的第二天 全是和解与友好的气氛 美国前政府和沙特的困难关系 已经翻篇 焦点周刊认为 从特朗普首次出访 选择中东可以看出 美国正在回到 更传统的中东外交政策 特朗普与沙特 签下军构大单的目的之一 是帮助沙特牵制伊朗 据路透社援引多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这份拟售武器装备的清单中 包括萨德防空导弹系统 步兵战车 自行火炮 精确制导弹药 作战指挥和通信软件 还包括自搜多用途战舰 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和零部件 尽管有分析人士指出 上述武器 针对伊朗的意味更浓一些 但是以色列一高级官员已表示 特朗普必须在抵达以色列后 对如此大规模的军售进行解释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腾先生 特朗普将反恐比喻为善恶之争 号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将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赶出去 那么特朗普的这番话 是不是指在设法修补 他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 特朗普这样一些表述呢 我觉得反映出美国政府 对中东政策调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奥巴马期间呢 特别是2011年之后呢 美国大幅度收缩了 在这个中东的存在 包括撤出地面部队 这个呢也兑现了 奥巴马当时的一个竞选的承诺 但是呢 随着而来呢 我们看到地区的这种 权力真空出现之后 这个伊斯兰国在内的一些 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呢 不断地做大 所以不得已美国又重新 吊断枪口 把这个追隶到了这个中东 那么到特朗普期间呢 我们看到 他实际上正在对这个 美国中东政策 做出巨大的这种调整 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来说 就是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呢 就是要反恐 第二个呢 也就是要推翻叙利亚的 巴萨尔阿萨德政府 第三个呢 就是要跟伊朗 跟俄罗斯 在这个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竞争 所以从上一月初 对叙利亚导弹打击 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这个中东政策已经成形 所以这次呢 特朗普首选 选择了包括沙特在内 这样一些中东国家呢 主要是还是显示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 这个利益 美国在这个地区存在 以及相关安全方面的承诺 当然还有这个卖军火 这样一些考虑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 特朗普对中东政策 这种调整呢 已经出现了这种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些清晰的这样一些现象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沙特国王萨勒曼 签署了高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 就有军事专家认为 此次军售针对伊朗意味很浓 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沙特呢在这个地区呢 它是一个大国 而且呢盛产石油 它的这个石油产量呢 也是在世界 数一数二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它有这样 那么多的这个金钱 作为后盾 它在这个地区呢 有一种这个做大的 这样一个梦想 所以跟伊朗 向PK跟叙利亚等国 进行这种较量呢 也是沙特现在领导人 正在诉求的这样一种安排 所以我们看到的2015年 在没有美国情况下 沙特独自引领了 所谓有34个国家 组成的伊斯兰国反恐阵线 只要打击野门境内的 这样一些这个武装 所以对于沙特来说的话 他也希望借美国之力 来在这个地区呢 能够寻求自己的安全 同时呢 也做大这个地区的 这个大国地位 从特朗普的首次出访来看 美国是否正在回到 更传统的中东外交政策呢 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困难关系 是不是已经翻篇了呢 特朗普呢 他把反恐作为 他中东政策的重要的支撑点 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 他跟地区国家有很多 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我想 这个美国中东政策 未来是不是真能形成 跟俄罗斯跟伊朗 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竞争呢 还值得我们观察 但是从目前来说的话 特朗普回归旧有的 美国对中东政策 这个已经清晰的摆在我们面前 他就是要利用 传统意义上的盟国 包括这个修复跟沙特 跟以色列等国的关系 来作为一个支撑点 同时呢 投入大量的这种精力 和这个军力 来给这个地区呢 竞争呢 要助于这新的活力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特朗普已经把美国 这个奥巴马期间的 中东政策 完全给来了180度大转弯 他就是要继续在这个地区 争夺主导权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 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在下一节 我们将会带您来关注 福州自贸片区的创新举措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主 完美好赚 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将新珠宝品牌 六贵福剧名播出 为改革者尽 为创新者强 为改革创新者胜 福州自贸片区挂牌两周年以来 不断的推出机制体制创新的举措 这些打着福州烙印的创新成果 不仅成为福州自贸片区 改革开放的活力源泉 更汇集全省乃至全国 对于经常和福州自贸片区打交道的林婉萍来说 办理公司资质申请毫无疑问 是一项繁琐而耗时的体力活 不过自从今年4月5号 福州自贸片区推出一项改革之后 这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正常下来 我原来办一个资质申请 它大概要10个工作日 现在只要一个工作日就可以搞定了 那就是说我们自贸区给我们企业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这项新政策就是福州自贸片区 在全省率先试点的证兆分离改革 把许多前置的审批改成后置 而根据许可事项的不同 证兆分离改革分六种情况推进试点 林婉萍享受到的就是简化审批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服务 那我原来在办这个资质的时候 就是它一定要所有证件材料 全部材料齐全的时候 它才予以受理 原来要报很多的资料 我要派三个人下来 现在只要我一个人下来就OK了 因为它很多的证件资料 它在网络上可查 对我们来说 原来我们需要一次性 让企业交起全部材料一次性审核 那下面我们要二次审核 它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后期再补的 虽然会比原来麻烦一点 但是对企业来说 它们更方便 而且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更有效地把这个证件快速地办完 所以是方便企业很多 证兆分离改革后 监管并非自由落铁 而是构建简洁高效的 适中适后监管体系 此项改革只在进一步放开政府之手 打造最优营商软环境 充分激发企业创业创新活力 我们本次证兆分离改革的初衷 福州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半政党的问题 进一步建立企业的一个准路门槛 营造一种市场化 滑制化的一个营商环境 最终我们也在自贸区采取这种改革 积累一种改革的经验 在改革成熟以后 现在自贸区外 往整个湖州市甚至全省进行推广 福州自贸片区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一些新兴业态正蓬勃发展 做大流量经济 急剧增长新动能 在福清江英港区 整车进口新业态落地生根 形成了从整车进口 保税展示交易 保税仓储 销售到售后服务 相对完整的流通生态链 作为最早进驻江英港的 汽车进口企业之一 银河国际汽车员有限公司 早已跻身全国平行进口车商前10名 他们一路见证江英港区的蓬勃发展 2012年的时候口岸还只有我们一家企业在从事贸易 到了2013年 2014年 2015年的成长 到了2016年底 我们这个口岸的经销商数量 已经成长到了135家 自贸区出台了很多创新政策 扶持政策 使得我们在跟其他口岸的这个 优势对比中间更加凸显 在江英港 全国首创的整车进口一体化快速通关模式 采信第三方检验结果等监管创新模式 通关效率居国内各整车口岸前列 平行汽车保税仓储等利好政策 进一步减轻了企业短期资金周转压力 降低经营成本 而得益于自贸区带来的利好政策 迎合国际瞄准了汽车销售的全产业链 秉承自贸区先行先市的原则 以及保税仓储的这个政策 我们可以实现在市面上 许多没有进入过中国市场的车型 可以优先借着自贸区的政策进入市场 抓住制度创新核心 福州自贸片区大胆开拓 在多领域齐头并进 两年时间里 体制创新举措总数全省第一 推出10批122项体制创新举措 全国首创33项 经第三方机构评估 企业政策好评率和受益率 均在90%以上 88.2%的企业认为 经营效益变好 高出全省平均5.2个百分点 福州自贸片区 溢出效应逐步显现 四项创新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 一项在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 39项在全省复制推广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观众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阿科竹 在福州祝福海峡两岸的同胞 平安 喜乐